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连石路主路车道 布设有三条进京和三条出京 调整为两条进京四条出京 记者了解到连石路潮汐车道 是本市首条设置在快速路上的潮汐车道 连石路潮汐车道开通前设备 去为准备摆放锥桶变换车的现场 提前50分钟 开始道行交通时60时10分左右 记者来到连石路路骨大街出口西侧 这里也是潮汐车道的终点路段 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进行交通导航 并人工将潮汐车道的房状隔离护栏 端头 从中央隔离带向外罗移至最内侧车道外缘 记者注意到导航开始时 进京方向内侧车道信号灯由开启变为封闭 随后 在潮汐车道终点区待命的华仪装载机登场 随着两台装载机从潮汐车道 终点自西向东华仪 可移动防状隔离护栏 被机械臂牵引的自动挪移到潮汐车道外缘边界 记者了解到 为了确保可移动护栏 挪移道为前车负责出步挪移后车负责精确调制 操作完成后 进京方向车道 由三条渐变为两条潮汐车道 行程时期时 潮汐车道正式开启 出京方向入口处 伸缩隔离装置 打开出京方向车道竖 由三条变为两条 同时 车道上方龙门架上的信号灯变为开启状态 出京方向车辆 可在南沙窝桥中止入 会向由一栋隔离护栏形成的潮汐车道 行驶约2.7公里后 从潮汐车道出口 驶出工作日20时 潮汐车道入口 将封闭清空潮汐车道内 所有车辆后 封闭潮汐车道出口 并将移动隔离护栏向内罗移 归位在20时40分左右 恢复交通滑移装载机变换车道 车道变换完成后 即可启用潮汐车道路段 限制时速50公里 需要提示市民的事 连石路潮汐车道 2.7公里路段范围内无出口 需要从连石路出径方向小臀路出口御泉路 出口驳骨东街 驳骨大街出口驶出的车辆 按连石路主路出径方向原车道行驶 不要进入由移动护栏隔离出的潮汐车道 大型客车 载货汽车 禁止驶入 有移动护栏隔离出的潮汐车道 工作日期间 浴雨 雪 雾等恶劣天气及特殊情况潮汐车道不予启用 车辆应当该按照潮汐车道的车道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指示 准取通行的方向 时段通行 此外 潮汐车道入口 出口处 限速40公里 每小时路段限速50公里每小时 潮汐车道启用期间 进京方向两条车道限速60公里 每小时出京方向三条普通车道 仍然限速80公里每小时 记者了解到潮汐车道已经安装了拍摄交通违法的电子检 出城方向压力减小 但是进城方向拥堵本事 已有三条潮汐车道 潮汐车道 是根据道路双向走 晚高峰时段交通量不均匀的特征 对行车道 做出相应调整的交通组织方式 即将交通量较小方向的车道 调整给交通量较大的 对象使用已达到平衡交通量 提高道路使用效率 缓解交通拥堵了目的 2013至2014年 本事已先后在潮梁路 紫竹院路 荣华路三条城市主干路上设置了潮汐车道 道路通行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根据观测数据连石路四环五环段 局部具有潮汐特征 2018年是交通违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实施了连石路潮汐车道试点工程 记者了解到连石路潮汐车道 是本市首条建在快速路上的潮汐车道 相比于普通城市道路 在快速路上建潮汐车道安全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为此 连石路潮汐车道 采用了可移动隔离护栏 彻底避免车辆 逆行闯入潮汐车道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孙洪阳流程编辑